嗨,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茄子和豆腐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块嫩豆腐 将它切成条,再切四小方块 像这样子就可以 切好后,装进一砂锅 两个茄子去底,再将它去皮 然后从中间分成两半 再切成条 最后切四小块 装入一个大碗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鸡蛋 将鸡蛋打散 将打散的蛋液淋在茄子上面 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能沾上蛋液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淀粉 再次将它们搅拌均匀 锅里油温烧至七成 然后一块块的下入茄子 开中大火炸 中间将茄子都翻动一下 将三分钟左右 炸到表面变硬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大概七成熟 然后捞出来控油 把它铺在豆腐上面 铺均匀 锅里留少许底油 下入浆山末 青椒丁翻炒 炒出香味 炒到山末微微微微 再加入一小块肉末翻炒 炒到肉末完全变白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两勺生抽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一勺少盐 翻炒均匀炒出香香碗 再把肉末铺在茄子上 哇,好香啊 这个肉末就已经很香了 然后再加入一小碗开水 盖上转小火 煮五分钟左右 香焖焖的茄子豆腐煲 就做好了 茄子这样做 虽然经过了油炸 但吃起来并不油腻 特别的开胃下饭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一块豆腐和一把韭菜 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首先把豆腐切成薄片 差不多半厘米就可以了 再切成条 最后给它切成丁 装进大碗里 再准备两个鸡蛋打散 打好的鸡蛋液倒入豆腐里面 先给它轻轻的搅拌一下 真实让每一块豆腐都粘裹上鸡蛋液 再来将洗干净的韭菜给它切一下 在酸韭菜的时候 大家可以酸韭菜杆比较细的 这种韭菜吃起来特别的香 锅中烧油 把豆腐倒进去 稍微给它翻动一下 最后把豆腐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豆腐之间不再有沾黏 开始关火 再把韭菜倒进去 再加入一点香油 少量的蚝油 最后加入食用盐 开始搅拌均匀 开始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有鸡蛋有豆腐真的特别香 再给它们倒进一个大碗中 放凉一下 再准备一些饺子皮 取两块饺子皮铺在案板上 勺入馅料在一块饺子皮上面 用另一块饺子皮盖在上面 再用一个叉子按压出花边 这样面饼不容易弄馅 再给它反过来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店饼层里刷入少量的食用油 做好的太阳饼给它放进去 再在饼子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盖子 露一分钟 一分钟后给它翻面 反复的给它翻面 因为这个饼皮非常的薄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韭菜和豆腐我做的太阳饼就这样做好了 真的是里面特别的鲜香 那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包也不用捏 我们只需要一个家庭叉子 一压就可以了 有菜有鸡蛋有豆腐 也非常的营养 并且这样做的太阳饼也好看